大家好,我们这组的专题题目是红外线障碍物政策,组员有4.3.1留上4.3.0进一点,直到是李笑语 我们专题总共分为两个部分,一个是控制电路的部分,一个是红外线接收电路的部分 我们这组的专题是红外线接收电路部分,装作说明是当3.5出现在红外线发射二极体与红外线接收二极体之间 本身红外线的则册,此时红外线接收二极体导通接地,输出机电位到IC,经过IC8051纳子输出高电位时电晶体导通 而使LED与继电器动作 障碍物政策,此处是红外线发射与接头的电路 左边是红外线发射器,串上一个线流电阻导电源 右边是红外线接收器,串接一个分压电阻导电源 没有感应到红外线时,红外线接收器内部呈现高阻抗状态 使侦测点的分压值为高电位 当红外线接收器收到红外线时,内部组卡只会降低 使侦测点的分压值下降,而得到低电位 当侦测点为低电位时,表示侦测到红外线 驱动机电器的驱动电路 方法是以8051IoPin低电位来驱动机电器 因为在8051启动重置时,IoPin是高电位 为了避免在8051重置时的Io高电位时机电器启动 所以设计上采用低电位来驱动机电器 因为当IoPin为低电位时,PMP电晶体 可到顺向偏压,机电器线圈的一端 接地指线圈机子而启动机电器 发光二集体,VCC接LED正转,接线流电阻造 8051IoPin 当8051IoPin为害时,LED不亮 IoPin为漏时,LED顺向导通而发亮 左边这图是当左边的红外线侦测到障碍物时,左边的LED灯回亮 右边是当右边的红外线侦测到障碍物时,右边的LED灯回亮 报告就到此为止,谢谢